这个Eclipse的环境 我怎么去做这些管理 比如像这边我写好的点Java档 实际上它就是文字档 放的位置就在这个切换工作区 因为这个常常会有人问说 老师我的那个 我的作业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你其实就可以切换好几个工作区 比如说我放的位置是在这边其中一盒 我看一下我现在 你可以切换 我现在就按其他就可以 其他就是我现在的工作区 那我现在工作区呢 我可以把它复制之后 再按那个开始执行 开始执行里面 把它贴上去 贴上去之后按确定 它就跳出你的目录 那到时候你要缴交作业 就是假设我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TQC这个资料夹 里面有个Source Source就是你的Java档放的位置 比如说我们刚刚撰写的这一个 打开来就是程式嘛 有没有 那你当然如果说你今天要用DOS Compile 你直接指向这个目录也是可以 直接这个目录的这个档案 去做Compile也是OK的 另外呢就是说呢 我如果今天要把作业传到网路上面去 你就把这个部分里面的东西传上去就好了 也就是你做的 那除了这些之外 你以前写的东西怎么样 汇入到那个Eclipse 其实非常简单 假如说我今天要把我做的资料 你可以先建立一个什么呢 专案 假设我在这里建立一个Test的专案 按一个完成就好了 那我怎么样把我的作业放进来 你就把它展开来 会有个Source 刚刚的这些 你要哪一个放进来都很简单 过来之后 有没有看到 这样就打开来了 够简单吧 直觉拖拉 马上就好了 那你要compile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我compile.class在哪里呢 你只要run过之后 像这个档 run过之后呢 它就帮你compile了 你根本连那个指令都不用 那你在哪里找 也是刚刚那个你的工作区里面 workspace 里面你会有个Test 目录 它实际上就是建立一个专案 就是建立一个目录 Source不用讲 对不对 你在bin里面 bin里面就这个 也就是你直接run过之后 就会有个class档了 那你这个地方 要去做应用 就直接把这个call过去 就完成了 所以Eclipse 真的是一个简单又好用的工具 最重要还是免费的 那这里的话 我想你们可以善用 就是说 刚刚最重要的 你们可以练习 第一个是切换工作区 其他 把这个在开始执行里面 贴上去 这个目录里面的东西 就是你的作业的位置 再来就是说呢 你可以试着 在这边建立一个新的专案 利用拖拉的方式 有没有 把你的java档 拖拉进来 到哪里呢 Source 它就自动会在这边产生 直接按执行 它就compile了 你可以在bin里面找到 你要的class档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想你可以试试看 工作区的使用 还有存档 跟这个compile的一些小技巧 画面还给各位 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